本章主要讲的是行销的整组的概念 也就是所谓的小三角形的概念 如果说我们用金字塔图形来说明行销的话 它基本上它是有层次的 也就是从底下的部分到最上面的部分 然后如果说假设P来讲 底下的部分我们讲最宽 我们从金字塔结构上来讲 那当然基本上它也会有所谓的时空的关系 也就是说同样一组销售技巧 销售方法 销售策略 或销售成效 在某一个空间可能可以达成 可是在另外一个空间不见得可以达成 同样也有这种可能是 在某一个时间点它是可以达成 换到另外一个时间点它是不可以达成 那所以说基本上来讲 你在做代销或者做产品行销的部分 本身在思考工具上要很清楚 我举个例子 假设这就好像一个企划 如果一个企划本身 一个企划导 一页企划书 里面没有需求 也就是说没有目标目的 没有所谓的issue 就是议题 没有所谓的分解步骤 没有时间 没有发挥跟人才 最后一点的话 那一个所指定的没有能力 整件事情补充就从来不会是真的 所以说当一个行销 我们现在在讲很多网路上的东西 它就是行销推化成什么 软体或硬体架设 再进一步推化成所谓的文案写作 那所谓的什么叫行销推化成软体或硬体 假设一个行销 我们就把它推化成刷在这种视频行销 其实视频行销它只是一个工具 那我今天教你怎么去录制视频 那我就告诉你说这个就是所谓的网路行销 然后推化成硬体的意思就是说 我现在教你怎么去驾站网站 怎么去买关键字 那这就要推化成硬体 那如果说推化成最基本的 我们讲的就是销售文案 请各位记得销售文案不等于广告文案 广告文案是另外一个层次的问题 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企划 它没有所谓的需求 没有分解 没有时间 没有所谓的金钱跟衡量基准的话 那基本上来讲这件事情不会是真的 同样的行销也是 我们当你的行销 如果你对这一个东西本身的行销 概念没有很清楚的时候 你在讲解人 他把你退化成销售 又退化成成交 或退化成陌生拜访 那甚至于说有很多退化成销售之后 再退化成送货 最后面也有可能讲行销 讲到变成是名人的歌功颂德 或者讲产品介绍 那这整个行销的课程的话 它的主题跟内容已经完全不对称了 那如果别人不知道就算了 你今天如果说很单纯 你今天还放在网路上给人家一听 请问你 你会想上第二次吗 那当然有一些证言是还蛮有趣的 所谓证言的人的话 他对这个产品不熟 他只是基于人家的要求 他就给他一个证言 那其实这样的情况 当你去证言一个根本不对的东西的时候 其实对你自己个人杀伤力是很大的 所以我们今天单纯讲 如果行销本身它是一组 它是从最底下的 我们讲客户寻找 找到客户的过程当中 你要能够单一的一对一销售 或者你是一对多的告知 那当然你也可以说 陌生拜访就是实体拜访 你也可以用电话 你也可以用DM 你也可以用Email去影响它 所以基本上来讲 它是有第一个层次 就是你要能找到客户 而且你要能够卖给它 第二个部分的时候 我们讲的是时间空间的布点跟广告 时间空间布点跟广告的意思就是说 你可能会有一个情境 你可能在某一个时间点 某一个地点你设置一个广告 然后到跨时间空间的产品跟品牌 也可以说大多数知名的人 都是创业最初期就是会做这个东西 或会卖这个东西 逐渐的把自己慢慢养成说 你会卖这个东西的话 你会卖这一类的东西 你可以透过所谓的我们讲经销点去卖 就是本来你是单兵作战 你可能是用电话谎谈 到最后你可以用一个点 或者你会透过广告去卖 或者你可以用产品力去卖 你最后面的部分你可以用品牌去卖 也可以说你今天你的行销整个学习能力的 你的技巧组合的部分是一个很小的三角形 小三角形的意思就是你客户很小 你的手段也很小 可能你可能只懂得做陌生拜访 就算你做陌生拜访的时候 我们讲三个层次当中 第一种你可能只会做陈敏说明 甚至有的人只会做关系经营 然后最后面的那一种比较聪明的人 他会做所谓的需求 从需求面上来到 然后你从你的三角形 然后逐渐变成所谓的大三角形 也可以说基本上来讲 你可能如果说你行销在扩展的话 你很可能行销你会做到公关跟促销行为 那促销其实跟时间就非常有关 公关就是所谓的免费行销有关 活动行销有关 所以一个人在成长的一个最基础过程 一定要能够先单点卖 也就是说你的东西能够让客户觉得物超所值 然后在实体上你会去这样操作的时候 接着部分的时候 你怎么样让广大群众去觉得物超所值 以最有效的方式 才会限制到你投射费用 去做一些广告 去做一做公关 去做一些活动的经营 但是如果你讲到行销 绝对不是只是单纯的一个名词解释 或者举几个名人 或者介绍几个名人的产品 行销本身它一个很大的一个操作性 它就是要你要有工具 你透过什么样的工具 在这一个产品是划得来的 你透过什么样的工具 在多久的时间可以实现 甚至于说你有这个把握 把握在多少的费用底下 能够把这个产品卖得淋漓尽致 讲的都是技巧 讲的都是手段 讲的都是成功的方法 讲的都是一些成功的经验人数 也就是说你卖多少 你产生多少人流 你产生多少客户 你产生多少在线超客户 也可以说只有你在可以生存之下 你所学会的行销技巧 能够实际的运作 那这样的东西才是所谓真正的行销 感谢各位收听 我是张明 我是玩销利的共同作者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